我不想当乞丐了 我想换身漂亮的衣裳 孟爵带云哥来到一家制衣店 店家拿来好多漂亮衣服 云哥却都不喜欢 孟爵立刻恍然大悟 到府里所有翠绿色的衣服都拿来 诺 云哥换好绿罗裙来到街上 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曲 所谓一人在水里方 微服私巡的皇上正巧如果听到了歌声 他连忙询问侍卫 有没有听到少女的歌声 侍卫却说没有听到 云哥似乎也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回头看看 却只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就这样 互相牵挂了十年的两个人擦肩而过 云哥来到一家饭店 看到招聘大厨 他请求掌柜给他一个机会 碰巧许平君也想应聘 于是掌柜让他们每人做一道菜 由百姓们投票来决定他们的输赢 许平君做了一道银丝虾仁 云哥做了一道油菜肉末 百姓们尝过以后都觉得好吃 所以两个姑娘打了个平手 正在掌柜难以抉择的时候 微服思巡的皇帝路过 掌柜以为他是大货人家的公子 便请他品尝 皇上吃了一口虾仁 虽然味道很好 但也没啥特点 又吃了一口油菜肉末 皇上立刻被惊艳到了 这道菜竟能吃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于是他把这一票投给了油菜肉末 并且赏了一枚皇家专属的铜钱 两个姑娘也互相品尝了对方的菜肴 云哥一下说出了平均的做菜方法 而许平君却猜不出云哥菜的做法 云哥 我输给你了 这时掌柜近来宣布比赛结果 将铜钱交给云哥 孟爵一眼认出了铜钱乃皇家专用 连忙跑出去 而皇上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 云哥名正严顺的成了七里香的大厨 掌柜还为他取了个一名叫雅厨 他的菜很受欢迎 七里香的生意异常火爆 云哥每日都忙得不亦乐乎 另一边皇帝自从吃了云哥的菜 就对宫里的菜肴完全没了胃口 朕觉得 觉得宫中的菜 太是简单 油腻太大 不及民间 司马听后很是吃惊 到底什么样的菜肴让皇帝这么念念不忘 于是他决定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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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项目的菜肴